下一個例子叫做我就是牛逼 這個例子真的這兩個case 這兩個人夫妻非常牛逼 第一個這個女生喔 你們看一下 這個女生八字中水很旺 這個水是她的財 財很旺對不對 但是還好有一點她自己日煮土 這裡有個土 然後這個火來生土 木來生火火來生土 所以她八字中自己很強 這就你剛剛問的問題 自己很強遇到財很旺會怎麼樣 她的目標意識非常清楚 她想要賺錢的意識很清楚 所以這個女生我認識她一年多 她的朋友就告訴我 她是一個自己想要什麼非常清楚的人 包括她的老公是怎樣的人 她都很清楚 所以她只要抓到目標 她很勇敢的去前進 但是要成為她的目標並不容易 為什麼 因為這個女生的格局 本身日煮的土很旺 表示這個女生自己個性很夠強啊 她自己想要什麼又很清楚啊 要遇到適合她的男生很困難 所以我跟你說這個女生追她的人 做官的做生意的什麼不乏其人啊 多的要命啊 條件好的一大堆啊 最後她誰都不要 她要了誰 她要了這個人 這個男生 她的日主很弱對不對 這節目很弱嘛 滿局都是財 對不對 這個已經不叫財望深入 這叫蟲財 所以這種蟲的格局 是一種反過來的局 反過來的局就是說 自己已經弱到沒辦法了 她就完全要靠這些力量 所以這叫反過來 反而變成這個男生的局勢很強 所以這個男生也是不好搞的一個男生喔 他也不好搞啊 但是這個反過來就是他的八字中 已經不要看這個幕了 反而全部都看這些圖了 所以這男生也是一個很強很強的 很強很強的局 這個男生非常非常有錢 他們據說這個男生跟他的前妻 在玩股票的時候 你們玩股票都是一次玩多少錢 幾萬 幾千 有沒有人玩到超過十萬的 有吧 有吧 不多吧 有沒有人玩超過百萬的 不多啦齁 他們玩股票都是用千萬根D來算的 很有錢吧 錢 對 所以我跟你們講就是 財望的人 如果走到適當的運 就很容易發大財 好 但是這個八字 他因為財很旺 對男生來講才代表女人 也代表賺錢 所以這個男生除了很有錢之外 女人緣也非常好 所以他就來問我說到底要不要跟他結婚 我跟他說 你的局要遇到適合你的男生並不容易 對不對 我跟他講過嘛 因為你本身夠強嘛 那你要 所以這個人是你難得遇得上的一個局 比你強的男生 能夠壓得住你 所以這種男生你應該要把握 但是換句話來說 這個男生因為財也很旺 而且未來二十年才還是很旺 所以未來二十年除了那個男生還會賺錢之外 也代表什麼 女人 欸 很多女人 所以他就說 他如果真的敢亂來的話 我就真的把他剪掉 你覺得這個女生會做得到嗎 我跟你們講會 他的個性很強 好 所以來討論一下 你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嗎 是啊 是啊 某個程度來講確實是 你會選擇很有錢的老公嗎 會啊 很多人都說會啊 而且很多人在選老公的時候都問我說 他會不會很有錢啊 我告訴你 八字是一塊筆 總共有一百分 你希望他的錢有五十分的話 他的才華 他的責任感 他對孩子的照顧 就只能均分剩下的五十分 你覺得這樣子好不好 這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所以你告訴我 我要有一個老公 對我溫柔體貼 又有責任感 又很有錢 然後我在家裡可以坐少奶奶 躺在那邊享福 沒有這種男人 沒有這種男人 不可能的 那他不如你出去賺錢 然後時候他來養 他只要你身就好 所以其實婚姻是什麼 婚姻就是一個選擇 一個選擇的問題 你適合一個什麼成分多一點的男人 其實就是這個選擇問題而已 所以你要選擇一個適合你的老公 而不是選擇一個最好的老公 因為最好的老公世界上不存在 好 所以 來 最後他有會結婚嗎 你們猜 來贊成會結婚的舉手一下 恩很好 好 贊成不會的呢 那個贊成不會的贏了 贊成不會的人比較多 好 如果結婚之後會怎麼樣 吵架 吵架是一定會的 贏婚 贊 贊 贊 你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那個老公很可能會 在外面還有其他女人 會害怕對不對 會不會很害怕這個女生真的個性很強 原諒不了老公 原諒不了老公 對啊 很害怕 怎麼辦 來 接下來去 又到了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去看他的牛年齁 去年老婆 這個是老婆的八字 老婆八字的婆很旺 所以老婆八字的婆很旺 這對於老婆來講 木是他的老公 那火很旺是會把他的木燒掉 所以去年他的火很旺 就代表他的感情不穩定 因為他代表他老公的那個木被燒掉了 所以他在感情方面 他很難得到結果 然後他老公的盤呢 在去年也是火非常旺 火旺生徒 所以他老公的去年的財也是非常旺 所以去年他老公也是屬於感情 困擾很多 所以去年這兩個糾纏的一整年 一直沒有結果 當然我是一直勸這個女生 好好把握住這個男生 因為畢竟要找到一個這種格局 配得上他的男生並不容易 今年太卯問女生 這三個叫三合 三合為木局又是代表老公 所以這個有這個情況 就代表這個女生今年會結婚 所以去年他一直問我 老師我到底要不要堅持下去 我就告訴他明年你一定結婚 所以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那他就說這個老公到底會不會離婚 今年已未年木橫旺 那木橫旺他這個又有一個合的狀況 所以他本身你看他這個乙位跟這個馬 他的本身木的旺路出來的 所以他會去加強本身日主力量 所以他可以同時承受兩分離婚 所以在今年我跟他說他離婚應該是會離 但是他可能跟前妻還是會有糾纏 為什麼 因為他今年目望可以同時承受兩分離婚 所以果然今年他跟他前妻已婚 但是他又跟他結婚 他真的結婚了 而且日子還是我挑的 結了婚之後這個男生沒辦法 因為跟前妻之間還有一些事情沒搞清楚 所以他還是跟前妻繼續住在一起 然後所以他就一直覺得很鬱悶 那這個問題明年會不會改善呢? 其實明年的孕秉申年這個金出現了 這個金出現會使他八字中的木的力量削弱 因為這個木會被金所刻 所以明年他對於他老公其實會稍微 心思不會放那麼重 反而會放在金是他的時程上關也就是工作 他明年的心思會比較放在工作上面 而對老公的注意力減少 然後他老公的孕呢? 他老公的孕一樣是秉申喔 然後這個金是他的代表他的工作壓力 所以說他老公明年其實會放在他老婆身上的心思也減少 然後會比較把心放在工作上 我就跟他說 其實你現在先不要太糾結他跟他前妻的關係 因為沒有辦法他剛離婚他這事情他必須搞清楚 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明年你們兩個應該你去幫助他的事業 然後兩個人朝著共同的方向去努力 這樣子才能夠達到一個好的結果 所以在這裡我告訴各位 還沒到這裡 這個可以怎麼做個總結 當小三容不容易? 我跟你講不要覺得自己長得很漂亮就可以當小三 也不要以為當小三都一定是很漂亮的 我跟你講小三真的不容易搭 像前面那個例子 小三我剛剛講才多深弱對不對? 那個小三就是屬於欲望很強 所以想找個男人來滿足他的 在經過去年一年的糾纏之後 他老公去到今年年初就放棄了那個小三 因為這小三只能帶給他短暫的快樂 但是他老公卻需要付出很多 但是這一個人他為什麼這個小三他可以得位? 其實因為他的能力強 我跟你講真的小三不是長得漂亮 小三你要比正公能力更強更能幫助老公 而且更能體貼老公 所以其實真的出軌是小三的錯嗎? 其實不是 老婆自己能力不夠強 老婆自己不夠爭氣 很多人老婆會說 因為我的人老珠黃所以被小三得逞 我跟你講不用擔心 真的人老珠黃而被小三得逞的 那個小三也持續不久 因為他從他身上得到的是短暫的快樂啊 但是一個男人真正長期需要的是什麼? 長期需要的是一個共同的理想 對不對? 所以我看到很多小三 要不就是英文能力很強 幫老公拓展國外市場 要不就是他可以幫老公把企業弄得很好 很多都是這個樣子 然後沒有具備這種能力的小三 真的很容易被分掉 所以我就跟他講 今年你已經結婚了 明年你們兩個你好好的幫助他的事業 那其實他老公也說啦 他老公說其實你是一個很忘膚的人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之後 我什麼事情都會變得越來越順 你會幫我去把外界的關係全部都打解得很好 所以其實這才是小三應該做的事情 不是啦 這才是正公應該做的事情 再來最後講到兩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呢叫做 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這句話反過來啦 我本來不是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我把它反過來 叫做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為什麼這麼說呢 來 第一個 怎麼樣的人容易遇到爛桃花 這裡談到爛桃花的話題齁 怎麼樣的人容易遇到爛桃花 漂亮跟喜歡享樂的 一定要漂亮嗎 好 勝落 還有呢 來 那個後面才 來 這位美女 你說一下 你感覺怎樣的人容易遇到爛桃花 什麼是爛桃花 據他們大部分的人的定義喔 爛桃花就是結不了婚的桃花啦 這還是女生 針對女生來說吧 來 你說說看 你覺得怎樣的人容易遇到爛桃花 愛玩吧 愛玩喔 愛享樂 那怎樣的女生不容易結婚 你說說看怎樣的女生不容易結婚 八字很強的 剛剛說過的對不對 其實還包括你剛剛說的那一點沒有錯 喜歡享樂的女生 自我意識強的 喜歡享樂的 性格強的 甚至是喜歡欺負老公的 就是我剛剛講欺煞很旺 洋樂很旺的女生嘛 怎樣的 音響婚姻最大的因素是什麼啊 性格 性格 好 八字 八字對 八字合不合 對 有什麼東西比小三更可怕 比小三更可怕 比小三更可怕的東西是什麼 你們想想看 八字 好 八字這個答案也不錯 沒錯 我告訴你們 比小三更可怕的東西 是對家庭沒責任感 這件事才是殺了婚姻的兇手 小三都是過度的 其實 對 所以你有經驗 好 來 開玩笑的 那個 接下去 我來講一個 這個人就是他來找我 他說 為什麼我老是遇到爛桃花 那我有看到他的八字 我也覺得 你一定是遇到爛桃花 你絕對遇不到正桃花 為什麼 這個八字很顯然 你們看到第一眼看到什麼東西很旺 水 水 水非常旺 這水是他的食神跟商關 食神跟商關代表什麼 享受 食神商萬旺的人感受性很強很敏感 而且對於音樂、藝術、美術這些東西 接觸了之後他的那種敏感能力比別人強 美食 東西一吃 今天的醬油換了 他一定感受得出來喔 所以這種人喜歡吃 喜歡享受 所以通常喔 我跟你講這個女生我沒見過他 但是我可以肯定他還挺怕 為什麼 第一個水旺 水旺 水旺的人是不是說 水旺的人肉多圓滾滾的 水腫那種感覺 第二個食神旺 食神商關旺 食神商關旺的人喜歡吃 而且這種人絕對不吃蘭州拉麵 你們在座有沒有人不吃蘭州拉麵 跟沙線小吃的 有沒有人絕對不吃的 或是盡量不吃 應該有吧 真的有些人是這樣 那有沒有有些人是 我只要吃得飽就好 我不管吃什麼都好 也有吧 所以 像這種人就是屬於 絕對不吃蘭州拉麵 有品味 有品味 真的有品味 有品味到很難結婚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一下他為什麼才能結婚 因為他對生活品味要求很高 但是他自己的心機很弱 表示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承受 他連自己想要的成果品味是什麼 他有時候都照不清楚方向 反正我就什麼好玩的我都喜歡 什麼好吃的我都喜歡 所以這種是喜歡享受吧 所以他一定要走到什麼運才能結婚 走到土的運去把水給客掉了 他才能結婚 也就是說當他不再那麼喜歡享受的時候 當他不再那麼重視自己外表的時候 當他願意穩定下來 腳踏實地的想清楚自己要什麼男人 然後會找一個適當的男人結婚 到那時候他才真的能結婚 好 再來 這個case是一個渣男 這個男生你們看到他整個發字 你們第一個看到什麼東西很旺 土跟金很旺對不對 這個土會生金 所以說這個金非常旺 這個金代表印 這個印我剛剛講過代表是一個照顧的精神 對不對 所以這個人應該心地也滿善良的 善於照顧人 但是問題是他的發字自己的人是太弱 等於是說因為這個印旺的人 印代表一個福氣代表別人對他的照顧 所以印旺的人第一個他喜歡胡思亂想 他喜歡想 但是他想的他自己本身能不能承受 這就是一個問題 當我自己本身的力量夠強 我的印也夠強 就會變成什麼 思想家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 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然後他就是屬於印很旺 你們知道是誰嗎 馬雲 不是 馬雲不是屬於這一種 8% 喬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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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屬於做設計 蘋果是靠著設計來取勝的嘛 所以當一個人印旺沒有不好 但是要自己本身夠強 當自己本身不夠強的時候 他就會胡思亂想 胡思亂想 他就會開始 就想 沒辦法腳踏實地去做事情 然後自己本身又過弱 所以像這個男生 我們一看就是 如果說有人拿這個盤來給我看的時候 我跟你講 不管任何女生拿這個盤來給我看 我都會直接跟他講不合 不適合結婚 這種人本來就不適合走入婚姻的 因為他沒有辦法腳踏實地 整片胡思亂想 他如何照顧他的家庭 所以這個人很慘啊 到了2006年的時候 主要講去大育餅去年 就是找火旺的年 火旺 他的火在這裡 火代表財對不對 財代表什麼 女人 也代表對於錢財的慾望 所以他在這年出軌之後 因為小三而自殺 很笨喔 對 好 所以怎樣的男人最能托付終身 怎樣的女人最適合婚姻 各位可以回去想想看 9月26號 還有一場沙龍 是講八字看婚姻的幸福模式 到時候會給你們解答 到時候也會有一堆命牌 讓你看看 怎樣的人適合走入婚姻 最後呢 做一下宣傳 這是我的服務項目 各位有需要看八字 有需要合婚 有需要普掛 或是你們姓名有 姓名鑑定想要 想要看一下名字好不好 或是想改個名字 或是你們想看陽宅 看看自己的房子好不好 欸房子真的有差欸 房子真的是會影響一個人氣喔 真的 我講故事給你們聽喔 要不要聽故事 那個 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們家裡買不買東西 買 買回來之後丟在地上 還是放在櫥子裡 櫥子裡 會不會丟地上 不會 一定有人會 現在沒有點頭的 沒有咬頭的都是 好 好我跟你們講 先教你們一個嘗試 再來看風水有沒有看到 人家拿一個羅盤對不對 嗯 這個羅盤跟你們登山用的羅盤 有什麼不一樣 多啊 我跟你講 除了外面那些字之外啦 他的感氣能力很低 我跟你講如果你們有機會 去買一個好的羅盤 我就曾經做過這個實驗 有一個人我走進他家裡 我在門口梁的方位 因為我一梁的方位 指南正會比一個方向 對不對 你這個房子坐北朝南 對不對 正的360度 走到房子的中間一梁 欸不對啊 為什麼偏了10度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旁邊 一堆了一堆的東西 我就跟他說 現在 房子的這個羅盤角度一偏掉 代表你的氣場一定有亂 氣場亂的房子住人一定不好 同意吧 好 我跟他講說 你現在把這堆東西拿走 我再講一次 一梁 360度 又是正的 表示房子本身沒問題 是你的東西亂放造成的問題 所以既然東西亂放 都會造成房子的問題 那你相不相信房子裡面的氣能流轉 好不好 會對於你的運勢造成影響 甚至對夫妻感情造成影響 一定會的 所以這羊仔真的很重要 請回去第一件事 你先回去把家裡地上丟的東西 全部收乾淨 這是真的 好 有人需要派面相 有需要擇日 譬如說結婚擇日 寶寶出生擇日 都可以來找我 好最後做一個小小的宣傳 我們在10月17、18號有發自的出接班 然後原價是1580 如果今天報名的人特價1180 所以如果有需要報名的 想要學習八字的 可以 找我 找我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講到這裡